台銀季初曾拉出一波四連勝 無奈隨後陷入低潮 上半季結束收在南堪的八連敗 戰績五勝十七敗 遭金九追平 敬陪莫作 因此農曆春節只放了四天 初三就收假 早早進入備戰狀態 應該來說就是沒辦法過個好年 那希望再過完年重新開始之後 可以就是再拉出一波 也不要說連勝的高潮 就是可以先終止連敗 不只架放的少 總教練許之超還下達發福禁令 收假當天驗收體重 球員如果增重超過一點五公斤 就要開罰一千元 罰錢策略果然奏效 子弟兵過年期間戰戰兢兢 最終都順利過關 我在以前的球隊都是會定這個標準 就是量體重這個標準 我想大家應該不會跟自己的荷包過不去了 所以當然只是一個約束 並不是一定要他們去罰錢 那據我所知的話 好像最多到一點二 所以的話還是 還是可以接受的一個範圍 一點五公斤三天應該還好 要站上去還是蠻緊張的 只是覺得應該不會 相對來說我還是變瘦了 對 因為過年其實還有實施一些魔鬼特訓的部分 沒有就是還是會 可能在下午吃飯之前 可能會去稍微動一動啊 然後去跑一跑 球員體重控制全數達標是個好的開始 台銀全隊專入投入訓練 希望新年新氣象揮別上半季低潮 例行賽最後八戰 力拼只跌回升 未來鐵育新聞採訪報導 公司是被撤